对于韩国知名艺人张根硕而言 近日就不小心发生了一起车祸 4月21日晚6点20分左右 他在前往仁川机场的途中发生车祸 据张根硕的经纪公司透露 当时张根硕自己驾驶跑车 在距离机场10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上 跑车右边轮胎突然爆炸失控 导致车辆与前方行驶的大巴发生追尾事故 从现场影像资料中不难看出 张根硕所驾驶的白色跑车车头已经严重损毁 碎片玻璃洒满了一壁 随后张根硕在中国的经纪公司 通过微博发布消息表示 尽管车祸十分惊险 外信的是张根硕本人并无大碍 并感谢歌迷的关心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张根硕的关心 日前张根硕在前往机场途中发生车祸 大家都非常担心他车祸后的境况 张根硕目前一切平安 正在泰国进行亚洲巡演的相关行程 虽然身体有些不适 但为了遵守与慢语闷间的约定 张根硕仍努力地为泰国演唱会 在北极之后的台北演唱会 进行排练演出中